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周深已然成为了歌坛佼佼者 虽然红的突然 但事实上却并不意外 这些年周深在音乐道路上的发展其实并不算顺利 早年在中国好声音一轮游成为了他挫白的开始 之后只能窝在一些音乐平台直播唱歌 直到大雨的出圈才让这位天籁歌手得以重现江湖 而之后收入人心和我们的歌又接连将他推上顶峰 突然之间似乎所有的努力都迎来了回报 不过了解情况的朋友应该也都觉得理所当然 毕竟周深的实力配得上所有赞誉 但是在歌手2020中周深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众所周知 由于比赛失利周深没能进入总决赛的第二轮 因此原本准备好的压轴的表演曲目也没能和大家见面 然而事后周深却表示自己其实非常希望能够唱这首歌 因为对他而言意义真的非常大 一时间不少网友都感到好奇究竟是什么歌能让周深念念不忘 6月8号周深发表新作《不想睡》 该歌曲原唱为梁静茹 如果你关注周深的时间足够长 包括他曾经的低谷期 那么对于《不想睡》这首歌一定印象深刻 因为这是他每次直播或者演唱会的时候必选曲和晚安曲 同时也见证了周深这些年一路走来有多么不易的结晶 宇宙之中默默自转的星球 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 周深与双米德相遇就像太阳对行星的吸引力 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有着彼此成就的美好 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 梦作一半比较美 爱我的人还没睡 周深干净却饱含温暖的嗓音 诉说着今年成长心酸过往的同时 却又充满着希望 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 千言万语不敌这一句最直白的歌词 和声的加持如同前行的道路上 他与粉丝的彼此相伴 将汇聚成星光荧幕 周深温暖干净的声音 演唱着每一场活动的结束曲 不想睡 多年坚守的仪式感让这首歌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清脆鸟叫声的开篇 副歌部分和声元素的增加 让人眼前一亮 在歌曲中间穿插着经典的绝美音唱 征收歌结尾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为载体 如同书写着未完待续的字样 清澈的嗓音仿佛温柔的抚摸着 慢慢缓解心中的那份艺难评 这首歌是他与粉丝的彼此约定 亦是他对音乐的喜欢和坚持 不曾改变这首歌除了仪式感强烈之外 更是周深与声米之间的约定 包含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和付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甚至胜过了爆红的大拉邦法 是真正能够代表周深的一首歌 只可惜在歌手2020的舞台上 我们终究没有听到它 如今周深最显承诺 以另一种方式将不想睡发了出来 也算是让这个最大的遗憾得以圆满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下 真的非常好听 不仅仅是歌词的贴合 更多是周深动情演绎下 对这首歌内容的诠释 以及多年来急需的情感 最歌迷最真实的回馈 感动很大但绝对不出格 说实话周深这么讨喜 很大原因是他和一般的偶像艺人不同 在周深这里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喜欢就吹不喜欢就对 周深从来不会给自己弄人设 也不会因为成名了 就限制住自己的喜怒哀乐 有鲜有肉最真实的他 才是粉丝们愿意支持和追随的原因 过去的苦难都结束了 今后的周深将会是 华语乐坛最有希望的歌手之一 他正在踏上一趟全新的旅程 花开不散场 力尽千番 出心不变 如果说大鱼的意义是 你生来就属于天际 那不想睡就是飞得再远 也不会忘记的那个家吧 但是很多事情他就是不完美啊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那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都在安慰生米 生米被地理委屈的要命 但在他面前都努力仰起笑脸 说我们唱满了 小王子我们回家 行走江湖那么多年 其实我们哭过 难受过以后都接受现实 这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遗憾啊 大家都在默默的等 等春暖花开 夏夜过了就等秋夜金黄 演唱会总会来的 我们总会听到全新编曲的 不想睡的 我无意具体猜测 但周深在这版翻唱的诞生过程中 一定是做了相当的努力的 只是因为这是他和生米之间的约定 他就去做了 看到他大半夜的回复生米 总感觉要发出来这首歌才心安 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默认 歌手里面能唱就是不会有姻缘了 我们都不会在他面前提 以免让他心里不好受 但是他就执着的想要弥补缺憾 感觉就像是我们都接受人生在世 总要默默忍受缺衡了 但他偏要告诉你 至少在他那里不是这样的 他永远默默的做 几乎不说 只有当你发现了他的心意的时候 他才会不好意思的笑笑 可能还要开玩笑 怼你两句 一眼是他的羞涩 而在我们没看见的地方 他到底还做了多少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他不一样 他永远捧着满满的真心给我们 我甚至觉得他比我更认真 他给我的比我能给他的多 我一个最初想着君子之交 来去自由的人 会时常担心我戒不住他的真心 周深他真好啊 周深值得所有一切最美好的事物 他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开花结果 他的每一份心意都不会被辜负 他在告诫粉丝时 何尝不是告诫自己呢 大家都要言于律己 做更好的自己 不是为了别人 而是为了让自己 不成为那个自己最讨厌的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